今年一度的宗教信息 大家也做了警政休华董 找到阿波在大道教南边 有在台前过的众话馆中 有民国各政官议党 白红森党人应接 先开始为大家在南共党宣党 延青标党人 附居建立众话馆 展规为期高贡的了警行程 为白后晚上11点起家里 大家也开始了为期高贡的了警行程 也因为信仲实在太过劣前 让大家想进入众话馆的时间 一年比一年更多 众话馆中有民国和政官议会 一定有白红森党人也依照管理 在台道教南边丹台接下来 但是大家的阮教 所比一定的时间慢了四点间 也可能因为欧年发生过信仲 太过劣前出的政策 再加上有官党在行程 为了要行事经历 众话馆警察就是当完 很多警察和行程来维护地上 警察比信仲更多 黏着把官党都够在外面 虽然管府和中华市公司 一直来逛逛不能放跑了 但也是有人在市长和官党前来放跑 这看在来台湾参加台湾 后快的外国朋友眼睛来 实在是真讽刺 他印象很深刻的是鞭炮 为什么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为什么 太多吗 不是 没有看过这么多的鞭炮在那边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有那个吊车吊车 他跟他们的烟火是不一样的哦 然后就 就是觉得 哇啊 怎么地上那么多的鞭炮 依照翁蕾台湾的鞭炮 在中华市民生地下渡轮发生唱歌的事件 在今年冲出事件同样发生 连信号弹都出现 竟然是马上中做出的昏返鞭炮起来 带牧鞭 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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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九天八门 转电三百多公里 马祖的鞭炮由台中 政台一山大道球经理中华官了哦 已经四月十六后 去把他回轮和当政行动 中有很多人鞭炮和车鞭 顾及四十万的信众参加 新中华新闻 白银林中华采用报道 带牧鞭炮